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关心的是中国它的政治经济也好 它长期都存在一种高度的不确定性 高度的风险 这种内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不是谁上谁下就可以解决的 它是一个长期固化的一种内在逻辑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内在逻辑到底是什么 并且为什么对于中国政府所谓的坚持对外开放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些说法 要保持高度的怀疑和不信任 我们先从内外部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从中国内部方面释放的风向来看 最近新闻里面有很多都是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公开表示要重新抓经济 尤其要保就业 最高领袖梁家河也公开对外说要保就业稳外资 但是所有这些说法到底可不可信 是否可持续 这个始终是很多人的疑问 因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方面如何表态 而在于中国面临的内外部经济大环境 换句话说中国是加大开放还是加大闭关锁国 它不完全是由中国自己说了算 它也由外部环境说了算 从金融角度来看 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加息造成资本外流 所以人民币的承压非常之大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中国只能是加强资本管制来防止外流 但是资本管制这个政策和李克强提出的加大开放 他们毫无疑问是相互矛盾的 我们看到新闻里面说美联储的加息不会停止 而是会不惜代价坚持加息 最近美联储的内部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联储的工作重点在于抑制通胀 而至于说加息对于股市有多少影响 这个并不是美联储关心的事情 这是比较坚决的对外表示说 要坚持加息不动摇 美联储的前主席伯丹克最近也在美国的媒体上批评 说美联储应对通胀反应不够迅速 加息不够坚决 那么在这样一个语境之下 你想要资本不外逃那是不太可能 除非中国也开始加息 但只要中国一加息 楼市泡沫就会破灭 所以也是一条死路 因此在金融上你如何都要开放 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从实业方面来说 最近这段时间 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正在大量的离开中国 或者考虑离开中国 因为大家都担心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 所以中国官方现在打着李克强的旗号 说中国要继续加大开放 但是这些口号并没有解决 西方国家和外商最担心的地缘政治风险问题 那具体来说 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盟问题 第二个就是中国和台湾之间 有可能发生的冲突问题 这两点是实体企业最为担心的问题 也是外商撤离资本外逃的最根本原因 而李克强呢 他根本没有能力去正面回答 中国打算如何处理地缘政治问题 所以只要你回避了这个关键的核心点 你就没有办法阻止外资离开 所以我们从金融层面和实体层面来看 李克强的所谓继续开放 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他只不过是一句空的口号 并没有任何实体内容 那这种直喊口号没有实质的情况呢 就完全符合中国的阳谋政治 表面上跟你说是自由开放 实际上为的是求后算账 事后拉清单 那先是好言相劝 把你骗进来再说 然后在背后一刀把你给割掉 这个是中国屡市不爽的策略 那我想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 这么多年在中国混 已经是非常熟悉 中国这一套整人的游戏规则 所以目前核心的问题就是 由于中国多年来 长期的使用阳谋阴谋的政策 所以现在政府不管他说什么 这些话到底具有多少公信力 到底有多少信用度 这个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一方面呢 官方在进行这种继续开放 搞活经济的宣传 但同时呢 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 它实际上是在能源 经济军事方面 加强了与欧斯的合作 同时呢 最近中国官方是禁止官员 持有海外资产 它明显是在和西方切割 而在对内的管理方面 目前是推行的网格化管制 这个也让人非常怀疑 是在为之后的战争做准备 那中国古代兵书 孙子兵法纪一篇就写道 兵者鬼道也 故能而是之不能 用而是之不用 进而是之远 远而是之近 那所有这些颠来倒去的方法呢 就是为了攻其不备 出其不义 此兵家之胜 不可先传也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现在的各种 对外示好宣传 可能啊 都是忌 谁信 谁忠忌 那么以上呢 我是从主观有意的角度来分析 中国现在所谓的这个 重新抓经济 坚持开放政策 不动摇啊 这个说法很可能只是一种 政治的策略 是请君入瓮 用来搞秋后算账的一个策略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将从集体的 无意识的角度来分析 为什么中国的政策 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 总是出现 180度的大幅转向 政策方向 总是来回折腾 这个原因呢 我们从 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呢 一句话概括 就是整个中国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高度精神分裂的国家 那这段时间呢 中国政府在疫情问题上 各种的反反复复 失去理性的政策 就让人联想到 中国在过去一些 类似的历史 比如说在新中国建立之后 曾经在50年代发起了一场 除四害的运动 那所谓四害呢 就是老鼠 苍蝇 蚊子 麻雀 这个当中啊 麻雀值得我们重点来说一说 那早在1955年的时候 就有农民向中国政府反映 说麻雀会偷吃粮食 危害粮食的收成 那当时呢 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 就亲自做出批示 说麻雀是有害的鸟 必须加以消灭 而且呢 更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中国的官方宣传机构 还把麻雀问题上升到 阶级斗争的问题 那根据当时政府的解读 麻雀是一种寄生性的鸟 它偷吃农民的庄稼 那按照这个逻辑 麻雀就好像是社会当中的资产阶级 因为资产阶级本身不劳动 他们是窃取剥削劳动者的劳动成果 所以根据这个逻辑 当时就把麻雀打成了一种 代表资产阶级的鸟类 所以打麻雀运动就有双重含义 一方面是要保护中国的粮食产量 不让麻雀祸害农业生产 那更为重要的是呢 打麻雀运动就变成了一个 反资产阶级的运动 那这个运动呢 就上升为政治运动 1958年2月 中国开始正式的发起全民打麻雀运动 当时调动全国力量 不惜是干扰正常的生产生活 调动了工人农民学生一起打麻雀 有部分资料显示 1958年初 中国就杀死了将近20亿只麻雀 那如此大规模高效的杀麻雀 就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破坏了原来的农业生态平衡 因为科学来看呢 麻雀它实际上 食物来源当中啊 有超过50%以上 是田间庄下地里面的昆虫和害虫 麻雀存在的意义 其实是维持了农业生态平衡 让这些害虫不至于增长的速度太快 那如果把麻雀都杀死的话 就意味着田间害虫不再有天敌 那农业方面就必然出现重灾 造成减产 所以在打麻雀运动开始之后 没过多久呢 中国就迎来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开始出现粮食问题 所以打麻雀在前 大饥荒在后 两者之间呢 有一定联系 那么在打麻雀运动两年之后 上个世纪60年代初 中国官方又改变之前的态度 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开始从前苏联进口麻雀 来重新恢复农业的生态平衡 那我们看从全民杀麻雀到进口麻雀 这两个事情之间相隔不过几年时间 那实际上你看到中国从1949年以来 直到今天 各种政策 它基本上都属于朝令夕改 来回折腾 经常在短期内 毫无预兆的出现大幅度调整 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特色 因此呢 现在突然推出李克强 说要重新抓经济 重新搞经济 那请问 从中国政府过去几十年的表现来看 你凭什么相信 目前政策是会持续的政策呢 你凭什么相信 它不会再次的反转呢 那实际上我们看 今天的中国疫情清零政策 很可能就是打麻雀运动的 一种历史的重复 它是粮食危机和饥荒的前兆 所以中国这个国家 它最基本的运作逻辑 你不能完全用正常人的思考方式 去理解它 我之前在节目里反复说过 中国的底层逻辑就是 一个患有神经病的领袖 带领14亿未成年人 他整个国家的社会心理 是这样一种基本结构 所以呢 中国社会运作的逻辑和基本结构 它大致来说就符合一个 精神分裂患者的思维结构和行为结构 你如果想要透彻的理解中国 你首先必须理解什么是精神分裂 我们先来看什么是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 患者的表现通常是过度情绪化 容易陷入个人的妄想 无法区分妄想和现实 另外的表现也包括缺乏同理心 无法理解别人 还伴随着严重的认知障碍 没有办法进行理性思考 那这些临床症状呢 都完全符合中国集体逻辑的运作模式 那我们具体来说 中国呢 它总是按照自己的幻想来制定政策 比如说不合理的疫情政策 它不是按照科学数据 比如说死亡率 重症率等等来制定的 而完全是按照政府自己的想象来制定 这个是典型的政治妄想症 另外在执行过程当中 完全不权衡经济的利弊 甚至是不考虑人民的死活 暴力的清零封城 过程当中造成多少人失业 挨饿 断药断粮 那所以这些问题 中国政府还有政策的执行者 他是完全不考虑 这个就是典型的缺乏同理心的表现 不能够体会到对方的痛苦 而当面对批评和质疑的时候 通常中国的反应就是辱骂对方 没有办法进行理性的讨论和思考 认知功能有严重障碍 那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一个 有严重精神分裂的患者呢 那首先我们要来看 精神分裂的病理学的原因 那根据欧洲著名的哲学家 和精神分析学家 维尔汉斯他的总结 那普遍来说有两个原因 分别是遗传学原因和社会学原因 从遗传学上来看 有家族病史的人 他更容易患上精神分裂 根据统计 直系清楚患有精神分裂的人 他患病率呢 是普通人的五到十倍 而从社会因素上来看 被精神分裂患者领养的儿童 由于直接受到精神分裂家庭的影响 因此呢 他们也更容易患病 也就是说呢 你先天的体质和后天成长的环境 都可能引发精神分裂 那中国的情况可以说 既具有精神分裂的文化基因 也具有精神分裂的家庭现实 那历史上中国一军万民的扁平化社会结构 在基因上已经把中国人完全的聚音化 具体来说就是前脑额叶皮层过早停止发育 因此缺乏理性思维基础 那这种种群呢 就很容易被控制 而当控制这个种群的头领 他自己本身就是精神分裂患者的时候 那么整个中国的种群也会随之彻底的变成精神分裂种群 所以政策的制定者和民间的执行者 他们都是统一的精神分裂患者 中国的文化基因和社会现实 也是高度统一的精神分裂的环境 所以呢 中国的全民精神分裂几乎是一个注定的事情 全社会疯人院化 也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 那实际上来说呢 中国就是一个超级大的疯人院 这个疯人院的院长本人呢 也是个疯子 所以就是由一个大疯子 领导十亿个未成年小疯子 是这么一个国家 所以对于中国政府 中国官方做的任何承诺 他都是属于疯子的承诺 或者是儿童的承诺 你不能够相信 那至于说现在有人所说的什么习下 礼尚这些说法都好 其实呢 不改变这个国家的本质 那么梁家河呢 是一个精神分裂患者 但是你以为李克强他不是吗 李克强肯定也是一个精神分裂患者 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环境之下 你要不是精神分裂 你都做不了那么高的官 所以呢 他也是精神分裂 本质上没什么区别 只是精神分裂的表现不一样 有的精神分裂呢 他是要统一祖国 是这种外在的并争表现 有的精神分裂呢 就是要搞经济 也是经济型的精神分裂 都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的实际情况呢 就是疯人院的大疯子 小疯子 老疯子 少疯子 准备打群架 大干一场 在这个情况下 你如果还不知道跑的话 那么你最后的下场会非常惨 不是接受社会主义铁拳 而是享受疯人院的王八拳 好 今天就说这些 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